又來關心天氣了 在今天封面離開之後 各地天氣穩定 今天有雨不過都是午後為主 主要這樣的好天氣 能夠維持到端午假期的前兩天 所以接下來如果任何外出的計畫 要留意的就是太陽會比較大 另外要多候水 還有午後的降雨有點機會 而到這個週末 禮拜六 禮拜天是好天氣 到禮拜天會有一些變化 好 詳細的天氣 我們透過定浪降水 就可以來看到 那今天其實上半天 都會是一個多雲到晴的天氣 但是還是要嚴防 午後會有一些局部的雷震雨 中午過後特別是山區的部分 雨勢依舊還是會來得比較明顯一點 不過這雨在下半天到了晚上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個多雲的天氣 所以主要的雨 還是集中在午後的西北雨 而至於說各地的溫度 今天也會再回升 好 來看到北部地區 今天高溫有機會來到32度 是個多雲的晴 中南部地區也是好天氣 溫度更高了 3334度左右 東半部地區 今天整個雲浪還是稍稍多一些 在東半部25到32度 不過同樣呢 在今天其實天氣跟昨天來比 都是更加的穩定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也通通都是理想天氣 不過金馬地區能見度比較差 還是有一些局部的物 而剛剛也提到 今天各地紫外線指數非常的高 所以包含了危險級 是有在整個東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還有澎湖 今天是個危險級的紫外線指數 其他地區也都達到過量級 再來看到庭康廳 提供給大家了 封面離開天氣穩定 各地氣溫回升 但是午後震雨有機會 外出記得帶散 還有天氣很熱 今天出門多補充水分 端午節將會是個理想的天氣 大家可以提早計劃一下 提供給你